列传第132 政界便落奸多顾家一俗便由其中闻见日广 静康之乱 家遂于贼便难归 见言出一遣时问安两宫便奋身自献照补修五郎解 集周团练使为通问副使 至云中见年喊要说甚切 年喊 不听使就管守之以兵 便赴语书言用兵奖和利害甚兮 绍兴二年 经人呼浅于文须终来 言何亦可成当遣义人 义元帅府受书还 须终欲便与正使王伦探测绝去留 便曰 无来故自分必死 其应今日即信先归 愿正使受书归报天子 成两国之好 早生四海之养于两宫 则无虽报古外国 由生之 年也 伦将归 便请曰 古之使者有结以为信 今无结有 应应亦信也 愿留应 使便的报以死 死不服以 伦解以 受辩 便受而怀之 握起语句 经人破便是流域 且续之曰 此难归之见 便曰 欲乃国贼 无常恨不食其肉 又忍被面沉之 无有死而 经 人怒 觉其戏已已困之 便故聚一门 忍饥呆尽 事不委屈 经人亦感动 至理如初 九之 富裕亦其官 便曰 自古兵 交 使在其间 言可从从之 不可从则求之 杀之 何必亦其 批之 两千五百零二 官 无官受之本朝 有死而已 事不亦已辱无君也 且遗书 耶律绍文等约 上国之威命朝已至 则使人戏已死 戏已至 则朝已死 又已输绝后使洪昊曰 杀行人非戏事 无曹遭 知 命也 要当舍身以权一耳 乃据九十 赵贝略是夫尹 半憨 与之约 无以得尽交某似的 一旦毙命报国 诸公信 亦我其处 提其上曰 有诵通问父使诸公之墓 于我信已 众皆弃下 莫能仰世 便谈笑自若 曰 此臣子之长 诸君 何悲也 经人知其中不可屈 遂不富强 亡伦还朝 言辩守节不屈 地为官其子林 似其家营伯 慧年汉等相继死灭 便密书其事及经国虚实 曰 此不可失 知识也 潜礼发等奸行归报 其后 伦复归 又以便奉送辉 宗大行之文违宪 其词有曰 探马脚之卫生 浑霄雪轿 潘 荣然而莫歹 泪洒冰天 帝独之感气 官其亲属五人 四五 新田五寝 帝位丞相张俊曰 归日 当已敬临处之 八年 经史乌林私谋 实庆充至 称便终结 照父皇经三十两一次 十三年 何亦成 便得归 入见便殿 便谢且曰 人之 所难得者实 而实之运魔矣 视之不可施者己 而积之藏无形 唯魔矣也 故来迟而难遇 唯无形也 故动为而难见 陛下语 经人讲和 上反子公 赐淫太母 又其次则连赤子之无辜 此 皆知实之 积之明艳 然实运而往 或难固执 其动有变 以见 卫照 猛可守 而诡诈之心 以黑以呆之 兵可习 而消弭之术 以想以讲之 经人以独武为智德 以苟安为太平 虐明而不序 明 广得而不广得 此皆天助忠心之事 若实与己 陛下寄之 于是 愿图绝终 帝纳其言 四经博圣后 便又以经国所得 六朝玉荣及 宣和玉书化为宪 秦桧 二其言敌秦 奏已出补官义 宣教狼 执密格 有思孝 其考十七年 应迁数官 贵举之 景 转奉一郎 十四年 醋 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